恩恩爸爸你好 你好 是 那你今天 我相信你也都听过了 你听完之后 你感到愤怒吗 我感到很生气很难过 第一个 证实了消防局卫生局 之间没有任何的电话转线 然后第二个是卫生局 包含综合卫生所 滴滴却却失联了52分钟 连消防局都告诉我老婆 他们自己也找不到消防局 嗯 卫生局 对 哦对 卫生局 第三个是 我们真的不知道 当下新北市有独创这个SOP 既然要卫生局同意 联系好医院才能派车 如果他们一开始告诉我们 要找到卫生局 要等救护车81分钟 我叫我老婆拼了老命 拖着昏迷的恩恩 拖着高烧的自己出门 嗯 不会再经过消防局 一通一通电话的安抚说 他们在找 然后车要来帮我们立即处理 嗯 最后可能就不会有这样遗憾的事情发生 嗯 那你这个会感觉恩恩是被害死的吗 我必须很坦白的说明我的心情 我觉得恩恩是半条命 在这个流失 过程时间的流失当中不见 嗯 那这个 你现在你想对侯友宜市长讲什么 我只想说侯市长还记得4月17号你对我的承诺 嗯 到现在已经6月21号过了快两个月 嗯 我的要的真相你还是没有提供给我 你竟然要让我这么难堪的 我从媒体上从吹哨子的爆料 我才有办法知道这个事情 一半的真相 为什么我说一半 嗯 今天流露出来是消防局的接收的通话录音 卫生局呢 卫生局第一次消防局6.25分找到人 跟卫生局6.55分回电给消防局 说中间卫生局你们到底做什么积极的处置 跟联系 嗯 有没有电话录音 有没有相关的文字记录 卫生局提供的档案复制确乳 完全看不到你卫生局的积极作文 嗯 你今天要做这些事情 掌握了派车的权限 掌握了这些深沙大权 竟然可以 没有24小时紧急的值班人员 让消防局找得到人 嗯 那你的防疫派遣中间到底在干嘛 大家可以听到这所有电话里面 都一直在延宕 在重复报 报告知报ID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在重复这些事情 本人的病情反而变成不是这么无关心 都一直在申报各自 我不懂2022年新北市 号称防疫超前部署 结果你的超前部署你是这样子的吗 没有这样的道理吧 侯市长 嗯 太夸张 救护车等81分钟 你可以告诉我任何你们家人 可以忍受这样的等待吗 那从4月17号他给你承诺要给你真相 到后来恩恩走了 那么他这个出来哭 出来开记者会宣布恩恩的这个小生命的去世 到那你这段时间跟他接触之后 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跟你更正一下 我这辈子唯一是见到侯市长 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就是在4月17号 我们还在医院治疗的视讯电话当中 他带着卫生局成局长 高副局长跟我一起视讯 当下我请托他权利救护车 从那之后到我们出院 到帮恩恩办完最后的一程 到我站出来要真相 到这20几天的折磨 完全没有再接过侯市长的任何电话跟关系 他指派出两个状况外的局长 消防局黄局长 跟卫生局的陈局长 回答我都是官腔官话 然后结果他今天又说什么 都是中央指引 我看不懂中央到底哪个指引 你哪一条指引你可以指出来说 要你新北市独创这个SOP 你可以告诉我吗 那你 我看你有说 你有去请教其他的县市的做法 因为新北市是要叫救护车 必须要经过卫生局同意 那你说这个是独创的 你有去问其他县市的做法 你问了哪些县市 第一个台北市 桃园 新竹 台中 高雄 台南 我这些全部县市 我都透过医生 或是热心的议员 我都去询问过 都得到一样的质疑 紧急昏迷状况下 不管你确不确诊 就是同步出车 同步联系卫生局 卫生局联系好 救护车把人在医院之前 卫生局已经安排好医院收治 而且都有专责医院的规划 所以救护车都知道 他们这条病人要直接冲去哪里 所以侯友宜把他推给中央 你认为他是在推卸责任 很清楚的 去年6月1号 中央就有一份质疑 昏迷的当下 就要立即出车 同步联系卫生局或卫生署 新北市政府是看不懂 官方的公文吗 你怎么可以独创成一栋等一栋 你到底在干什么 是 其实恩马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是李承 你之前有讲过说 你听了会让心情很激动 我们今天听了全程录音带 我们觉得你会激动 因为其实你并不知道 你的太太 当时跟消防局联络的时候 她那种激动 那种无助的心情 然后你又听到了 这么多冷酷无情的回话 我们可以了解你 为什么你不敢在新北卫生局 当场来听这个录音带 因为你心中会很痛 可是你认为这些录音带 侯友宜市长 他有没有全部都听过 如果他全部都听过 这么一个冷血没有感情 我们在场说的来宾 听了都眼眶都红了 因为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官逼民反 以后还有谁敢相信 新北市的指引 还有谁敢相信 新北市的SOP 我觉得这一切的事情 如果不是您勇敢地站出来 那么我觉得新北市 还在蒙在鼓里面 还认为他是接受一个 一百分超前的市长的领导 那还要延误多少人就医 所以我现在完全了解你 那你现在对于侯友宜市长 你还有信任感吗 我必须很老实跟大家说 我完全没有信任感 因为他这阵子 全部的回话都在绕圈子 包含这两三天的回答 又绕回了5月29号 我站出来之后 他的第一时间的回答 权力协助感同身受的人爸爸 到现在又绕回司法案件 都在绕圈子啊 他完全对真相 他没有想要真心诚意 想要公布真相 想要做一个说明 他还是在绕圈子 是 安保我请教你一个 简单但是也蛮难过的问题 你追求真相过程当中 你会听 我们看到媒体这样报导 说卫生所没有录音 说录音档不能给你 因为有各自拔 因为要去背景音 然后又说战线 又说派遣中心等等 你认为新北市市政府 不管叫市长或市政府 对你有没有说谎 因为他推脱的词 根据这个录音档来看 根本都是骗人的 你认为侯友宜有说谎吗 我觉得正常一个台湾民众 面对新北市政府 这二十几天才诸多的推脱说辞 他们当然是在说谎 尤其是一开始 我真心相信他们愿意协助 到后面消防局去模拟演戏 到后面消防局种种的 匪夷所思的行为 我实在是不懂 整个新北市政府在干 今天释放出来的通话录音档 你去现场听的 跟现在媒体揭露的 他们让你听的 到底有没有经过变造 第一个 我在现场听只听得到 消防局跟我老婆的 八通电话录音十个音档 我没有办法听到任何 横向录音档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听过 这些横向录音档 今天 近周刊爆出来 我第一次听到 所以我很震撼很难过 就是相关的局处 处置 是这么的散漫 是这么的不积极 没有做 我们下期见